好那我们看到43页这边 这个是利用什么 Copilot 我们刚刚不是有用AI Chad Everywhere吗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除了这个以外 事实上你也可以考虑用Copilot 它有一个叫做Copilot AI助手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它叫AI助手 因为呢 其实你如果是 我们刚刚 直接打开这一个的 直接打开这一个 它其实是只有叫Copilot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功能 如果你要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功能 你要用微软Edge浏览器 你们有用过微软的Edge浏览器吗 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叫Edge浏览器 因为你会发现 不过那个刚刚我看到有一个同学是Win7的就没有 一定要Windows10以后才有 你看右手边 这里 有没有发现 你若有更新到它新版本 右手边会多一个这个 这个就叫做微软的Copilot AI助手 有没有找到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要找的是这个 就是微软的Edge 就不是这个Chrome的哦 是这个 可以吗 你们只要是Win10以后的应该都有 都有 那比如说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这里 你看我的任务里面有四个 但是我们可能今天做两个就好了 在这边 比如说你有网页的内容 或者是有字幕的YouTube影片 你可以请他帮你整理栽样 哎这不错吧 你不用再说我自己复制好再贴给他 你只要打开那个网页就可以做了 真的我这里有一个demo对不对 有 所以我把这个网址打开 好你看我把网址打开 好然后呢进到这边 来这里 好我把这个网址贴上去 好右手边助手是不是在 你看他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跟他聊天嘛 第二个当做书写的小帮手 比如说你写email啦 或者是你要写一些文案啊 哎我就在这边写 那深入分析只是分析这个网站 这个页面 好你看往下走 有没有产生页面栽样 你连打都不用打 他直接告诉你了 你就把它按下去 把它按下去 他就开始帮你针对这个网页 来生成一个栽样 这样了解 来看一下 好他有告诉我了 有没有 这样简单吧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用AI 因为连打字都不用打了 所以我现在打字也都变慢了 现在用讲的也可以用出一个嘴 都可以用点的都可以用 就是不用用打的 好你看这样就有了 当然他如果有没有 这样就完成了 好那你千万不要再做 讲的还要这样子 不要做这件事情 这里有没有复制 这样会了吧 好 所以来麻烦各位 你试着再开一个新的Notion的页面 好不好 再来开一个Notion的页面 帮我开一个Notion的页面 所以我们两个了对不对 再开一个就三个啰 这样有没有感受到用他来做笔记 其实也很方便 反正你页面就可以看很多了 那一样我把这个任务把它贴过去 当做他的标题 哎这边我这个字就分开了 我就没有在一起了 好 我就用这个 好 那我就把文章的网址贴上去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到底Notion 怎么帮我们处理网址 好不好 因为网页也是可以贴过去啊 那你看哦 这边刚刚是这个 对不对 好 我贴到这里来 这是原始的文章 Ctrl加V 你看他知道你贴竟然是网址就告诉我们 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什么都不做 就贴这样就好 这样还是会有超连结 好 第二个是不是变成像叫做什么 书签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 有没有自动帮我们抓一个 那有些他可以抓到缩土 有些没有 有了有没有 这样看到了 好 再来 如果你选择Inband 就代表什么 把那一篇文章直接砍到这里面来 但是有的网站允许 有的不允许 所以 这个可以 有没有 那你看哦 滑过去 有没有看到那个东西了 如果你觉得我要看比较完整 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拉开 有没有可以拉开一点 这样了解 好 所以这个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一开始 跟大家讲的 原本你如果是这种网址的 你会怎么处理 加到我的最爱 对不对 然后就后来就因为爱太多人 这个网站就自然遗忘了 哈哈 从始不认得他的嘛 对啊 可是这样有没有一进来 整理起来就看到了 这样会不会的 好 所以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那如果是砍入的 他就是一个区块 你可以可大可小都没关系 这样了解 好 那这个我就先留在这边 那我再把刚刚我的那个栽药 我再把它拿过来 栽药栽药在这里 好 把它复制起来 其实说真的 我一直很想用我的左手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不需要这样 跑来跑去的 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不得已不能用左手 哈哈 不然我的左手通常都是快速箭就好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边 我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呢 我刚刚复制过内容 通通都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就是这种有小帮手可以帮忙 所以 这样子 我现在的在这边 兜兜 你看 有没有贴进来了 他刚刚给我们的栽药 是不是就有了 那你的栽药 如果想要有标题 大小 我要标题三 按三个请照 是不是就有了 这样了解啰 这样会不会整理栽药了 这是文章的 那请问影片的有没有一样 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影片 影片 等一下再来 好了 没关系 反正影片强调一下 要有字幕的才行 没有字幕的 目前他没办法处理 这样了解 好了 我找一个我的部落粉文章的影片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好 这个 跟Notion有关的 有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有字幕对不对 这边有字幕 好 那我就拿这个 我就把这个网址 先把它复制起来 好 然后现在呢 我就回到刚刚那 这个 H 好 打开这个 YouTube 影片 一样 一样 我就请他帮我 首先如果你要使用同步区块 第一个 你看右手边 有没有 不用深层 直接帮我摘要这段影片 产生业命 好 我就在这边告诉他 帮我 你要继续问他就在下面这里 好 把它推上 请他帮我摘要一下 这样有没有看到 其实他不是去看影片 他去看谁 看字幕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讲到 没有字幕就没办法 这样有没有就抓到了 好 那你看哦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YouTube网址 有摘要 那 我回到我们的 Notion的页面这边 好 如果你有影片 我就把影片 YouTube影片 有没有就可以贴进来 你看有没有跟刚一样 只要是网址 是不是就这三个选项 好 我要把影片直接砍入到里面 这样我就不用再跑到YouTube去看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感觉 如果你是用YouTube的 你也是加到我的最爱而已 最后还是遗忘呢 现在你会不会想要把YouTube影片下载下来 不会因为影片太多了 对吧 就留在上面就好了嘛 对啊 那我们就在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 直接看还可以直接做笔记的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所以这个是我喜欢Notion的一个蛮大的原因 那我再把这个摘要把它复制起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贴过来这边 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边看影片就可以边整理东西 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这个任务让大家稍微试看看好不好 你用口拍的记得麻烦你用Edge浏览器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刚刚是针对网页的内容对不对 不管是网页还是影片嘛 那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写作的工具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哦 在这里 它的右手边第二个 有没有叫做赚钱 嗯 你看点过来 这个时候就跟网页的内容没关系 它真的是一个小帮手 有没有 你要写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刚刚问确的局势一样 你要专业的 休闲的 热情的 新闻的 还是要什么角色 这个地方 他的语气其实就有点像角色扮演 这样了解 好 那你要写的是单纯一个段落 还是你要回答人家的email 还是呢 你要有一些构想 甚至你要写比较长的文章 有没有 他还有长度 叫他写长一点 还是写短一点 都可以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来试看看哦 哎 我特别 让他们进来一下 来 我们来写一封感谢信 各位 你以后会不会感觉到 以后这种感谢信 还是不要自己写好了 哈哈 好 来 你看哦 我把这个 好 把它复制一下 来 等一下 好 复制一下 拿到这边来写 我就告诉他 这样贴进去 好 因为让他帮我跟他们说辛苦了 因为那两个还在外面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构想的 这些都可以 那我如果像这样子 好 深层草稿 他就开始帮你写出来 有没有这样就跟Trip GT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只是不同的AI 然后呢 用不同的功能去呈现出来 你有感觉他也蛮客气的吧 那他就开始帮你写 如果你觉得不够长 你就请告诉他 请深层长一点的 对 哈哈 好 要短一点就用长话短说 这样了解 好 所以呢 你看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 一样的把你这个内容 我们就把它丢到 我们刚刚的那个Notion的页面里面 好 贴进来 对不对 登登 那如果呢 你在这边要做标图 我就加一个 好 那我等一下 他生成的内容有了 就在下面 直接复制 你有没有发现下面他要问你 帮你把你可能要问的问题 都帮你想好了 有没有 在下面这里 所以如果你再点 他又继续回答下去 嗯 好了 那我们就不用了 我们就直接复制就好了 来 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贴上 这样是不是都有了 好 那各位呢 你看到这边 我们刚刚我特别在这边 除了有像这个 那我也针对 这里 加了一个 就是小标题嘛 如果你要把它变大标题 就是用请字号 好 这样子就有了 好 那这里我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在下面这一块 在43页的最下方 刚刚我们有没有介绍怎么折叠的 有吧 有吧 有一个大标题嘛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你如果你的页面比较长 而且呢 又养成习惯用什么 大标题 标题一 标题二 标题三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那个架构性 你就可以用 table of content 就是所谓的大缸模式 你们在word里面有没有用过一个叫做大缸模式 没有哦 你要写那个比较专业 就是说比较长的文章 我们会建议大家用大缸模式 因为呢 他会自动把你把那个架构弄出来 好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边 你看哦 我在上面这里 好 我来这个地方 登登登登登登 记得 Notion不计较 Enter 好 所以我就按斜线 有没有 我就打一个table of content P-A-B-L-E 好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table of content 点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 他自动帮我把两个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会自动抓什么 标题一 标题二 标题三 所以我这边两个 而且有没有自动帮我加超连结 所以呢 你要跳过去的时候 点一下 有没有就自动跳下来了 这样叫做table of content 这样理解 好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还有页面一 页面二啊 其实都一样哦 在这边 有没有这个 我们不是有这样收盒吗 可是就算我不收盒也没关系 你看我在上面这里 好 Enter一下 在这里斜线 table of content 好 插入 有没有自动就列出来了 所以即使我全部把它打开 我等一下 有没有就自动跳到下面来了 这样我们看这个内容 有没有比较方便 好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又多学到一个技巧了 这样有感觉到 Notion方便的地方了吗 他有他的优点 好 那 这样子 OK的 好